Hello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一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Bob 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那今天就来这里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放过无辜的孩子吧 澳洲华人返向留学潮 然后再聊聊东西方教育的本质区别和父母无往的中华主义包袱带给孩子 沉重的 人格分裂一般的精神负担 然后最后再从我自己听阿德哥聊第二故乡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首先说这个事情就是我本来这一期节目是想做电磁炮的 因为美军不是停了电磁炮 这个事情我们军事圈2012年的时候就在说了 就是电磁炮这东西不靠谱 本来想做这期节目的 结果一看看到SBS叫少数主义 因为哪怕在中国人在澳大利亚也是属于少数主义 就说少数主义电视台这边更新了一期节目 说返向移民我为何要带自己的孩子回中国上学 这期节目 然后我全程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头一下子很大 我必须要做一期节目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他这里面是从一对夫妻开始讲来讲述 说这对夫妻呢就是说自己的小孩在澳大利亚读书 然后呢他们觉得说澳大利亚的整个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呢 是比不上中国的 毕竟他们我估计是小镇做题家出来的 对吧特别能做题 那西方教育的本质不是让你做题啊 他们是能格教育全知教育或者叫全能教育 或者叫通识教育为主 对吧那在整个贯穿到他们整个学习阶段 现在都是这个形式和中国的所谓的知识教育 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东西 那那作为小镇做题家呢 他就不能够去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就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能够不做题呢 对吧 所以他他这里面就说了几点 第一点就说 说在他小孩小孩还是小孩的时候 这话废话 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 他去接小孩 发现小孩就在沙坑里面玩 裤子弄得很脏 都在玩水 哎那个父母就不能接受了 哎哟喂 我的孩子怎么可以是一个脏宝宝 对吧 然后怎么办呢 就不能接受 他们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像在中国一样的 要快近期 要干干净净 坐在那边小板凳上面 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腿上面 一动不动 对吧 不给老师添麻烦 啊 这样才叫好宝宝 对吧 这小镇做题家嘛 就就这么点格局了 就没办法 然后后面又说呢 说 嗯 他们觉得中国小孩现在在澳大利亚读书 哪怕他们家读的是私立学校 但是算术能力和中文水平都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在数学上面 这是中国的教 小镇做题家的骄傲数学 比中国同龄人落后了三年半 哎呀 这两个父母急死了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说不行了 我要带我的小孩回去 那这是不是一个个例呢 其实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就说过 我老婆曾经的一个老板 他家的小孩就是送到维州最好的几个公立学校吧 我不能老说最好的这一所 最好的几个公立学校之一的一个男校里面 去读了一个一个那个私立学校 那一听就学费学费就很贵 然后呢 后来就把他的小孩从私立学校里面拎出来送回中国了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不是个例 那为什么呢 他就说他在私立学校里面学习什么 学习如何穿衣服 学习如何体面的交流 学习诗歌啊之类的东西 学习如何养受伤的马 而且还要付钱 对吧 学习如何做答辩 学习各种那个科学 除了科学 他爸认为 其他的这些学习的东西全是垃圾 全是垃圾 你去学这些东西干嘛 你只要语数外好 对吧 你就能够考上哈佛耶鲁 你这辈子你爸爸已经是对吧 是一个名校毕业的 那你就要继承爸爸的遗愿 爸爸没有去哈佛耶鲁藏金腾 你一定要去哈佛耶鲁藏金腾 然后学一个IT搞人工智能 出来了之后在硅谷进AWS亚马逊 拿12万美元的年薪 可能那个时候就高一点 这是你人生的终点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的小孩不行 他必须把他送回中国 因为就中国的教育才能够让他的小孩进哈佛耶鲁 加上他有澳大利亚的身份 对吧 他就送回去了 真送回去了 真送回去了 我很震惊的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说 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 这个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 因为我不大好意思读人家名字 大家也不要去喷人家 小红书上就创建了国外交流群 国内外交流群 群里60多位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和荷兰的海外华人父母 已经获证准备带孩子回中国读书 我还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我这我上期节目也说了吗 我之前是在那个华人的快递公司里面送快递 所以有很多代购华人代购 他们的小孩在澳大利亚出生的 然后呢 他们在澳大利亚读书 就觉得说读的太简单了 然后这些父母在洛克档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小孩包括家里 家里的这些什么代购生意全都卖了 不要了 送到中国的国际学校去 因为他们的身份 好像不能够读中国的私立学校 必须读外语部或者说国际学校 我去收快递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边给小孩面试 把快递给我扔到门口 我一个个要悄悄的把他拿走 那就是中国的国际学校也要面试的嘛 嗯 然后 然后这个呢 也还不算什么 你看这里 这里我给小朋友打上马赛克 就是大家还是尊重一下的 这个父母就 就给小孩不伦不类的整了这一出 这一身衣服 估计是要模仿什么 孔子拜 拜啊 拜家长之类的 这小孩端端正正的在那边行 居礼 宫礼 对吧 居宫或者柜礼 对 行这个礼 哎呦 我一看 真的 求求你们家长做个冷吧 放过小孩吧 真的做个冷吧 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中国文化 你去让小孩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 真的是干嘛 真的是干嘛 做妞 真的小孩做妞 真的叫小孩做妞 父母 真的自己要做小 小镇做提甲 还要把小孩送去做小镇做提甲 真的太做妞了 那东西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时候 像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 我那教会不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吗 我进去看各种美丽的小姑娘去的 小姐姐 小姐姐 他们有几个都是读研究生博士的 所以年龄比我大一岁 去看小姐姐去的 动机不存 对吧 但是当时就是我问过那些学 在华士大里面学教育的那些研究生 和博士的那些姊妹 我们基督教叫姊妹嘛 我说 这东西方教育的本质到底有什么区别 毕竟可能中国的初中的初三水平 可以一直吃老本 吃到澳大利亚的西方的高中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 东方和西方的教育呢 就是现在分差别非常大 以前中国式的教育在欧洲也有 但那个以前是以前到什么 1960年代左右 后来就换了 换成叫全知教育 或者叫通识教育 或者叫全能教育 然后西方学校呢 它主体是什么 主体是道德教育 也就是说 道德教育呢 是在认为是先天性 你必须要先给孩子给培训上的 像什么语术外物理化学之类的东西 都是后天你可以去学的 但是你先天的时候就要先去培养孩子的三观 所以他说 西方教育在这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高中之前的这个阶段里面 他大部分是给孩子先培养三观 然后让孩子尽可能多的去接触不同学科的东西 所谓的全能教育 对 那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道德这个东西 包括三观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后天学的 你如果前期没有培养好 就是没有培养好 这就变成了说 在西方教育当中 他们最最关心的就是小孩最初的阶段的时候 他们只关心小孩的三观问题 比如说公民 然后权利 对吧 道德 法治 思辨 哲学 对哲学他们也包括进去了 所以他们更重的看重的是这一部分的教育 对 然后你说像语书外这些东西 像我现在不是 我说我在语言学校里面学 语言学校里面也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七年级学的东西 在中国看起来可能小学 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已经学完了 但是我毕竟我有点AD 不是有点 就是我是ADHD 所以我学英语这东西特别糟糕 但是我就知道了 他们七年级学的东西 我们可能小学五年级就学完了 对 但是他们其他的部分学的东西 比如说数学之类 学的确实没有中国学生好 但是他们是干什么 他们第一就是会让你学很多很多内容 然后为什么要让你学很多很多内容呢 就是要让你找出来你的孩子的兴趣点 在哪一个上面 然后他们才会进行分流 然后会有强化 然后接下来你有可能有些孩子 或者说我因为学喜欢这个东西 我想去读Tef 那你就去读Tef 对吧 他可能文化科跟我一样的 书读的不是很好 但是他适合读Tef 他就去读了 那有些呢 就比如说我可以读个College 那在网上呢 就是很有天赋的呢 我可以去读University 那整个西方国家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 就被中国说 说起来中国很多人喜欢说 西方国家是养贤人 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是剥削中产阶级给到这些穷人 对吧 或者说Handman 就很多老中就觉得 中国人就觉得说 这个非常的气愤 气愤 他们觉得自己吃亏了 但实际上 这个是西方体系的伟大的地方 他们老中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东方教育体系呢 东方教育体系就典型的塞知识 很多人说中国的教育体系 是继承于苏联的 其实他们只知道一半 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继承苏联 还没继承好 苏联当时一看 中国的基础太差了 就只告诉你说 你按照大专的方式 去培养你的大学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 普遍是学马脚毛盖 和非常宽泛的西方哲学体系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落化了我们这一块 那我们也知道 初中之类的 就根本没有任何哲学训练 包括公民训练 大部分都是上思想政治课 一直到唱到初三之后 才开始渐渐的有 有了也是讲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些东西 这东西怎么弄 完全弄不了 所以我们国家的教育 它是重技术 重知识 而不重任何的道德之类的 不是特别重 而且我们的家长教育也有问题 一边学校里面告诉你说 这个你要怎么怎么样 比如尊师要重道 比如说过马路 要看红绿灯 回家之后你父母告诉你说 不对的 你不要听着你老实下讲的 你学好语书 这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问题 不是你想的 再拿中国传统那一套 非常ugly的东西拿出来 给小孩一洗脑 好了 小孩精神分裂了 所以这东西教不好的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的小孩 在学校里面学生物 学的全都是西方 我们所谓的现代医学体系 现代生物学那一套东西 好不容易学好了 回家了之后对吧 父母就开始跟学校跟孩子去灌输 所谓的什么中医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了 你说学生到底听谁的 到底听谁的 所以这个就跟中国的那些海外家长一样的 一边小孩在学校里面 在各个自己的学校里面接受传统西方教育 前脚接受完西方教育后 后脚还立刻给你回到家里面说 你不要听你老师这一套 你学好ABCD就可以了 他们讲的全都是废话 对吧 来妈妈爸爸告诉你 我们是孔孟之乡 军军成城 成成军军 所以你哪怕送小 他们这些人哪怕送小孩去私立学校 没有任何作用的 为什么 因为私立学校讲的这一套西方价值观 和西方哲学体系 西方道德体系 一回家 小孩一回家就被家长毁掉 所以我也见过有很多家庭 他比如说家里有三个小孩 老大通常来说受父母荼毒最多 所以老大还能讲中文 到了老二老三就没能讲中文了 同时受父母荼毒也是最小 所以老大通常来说就精神分裂 老二老三就好很多 对吧 反正有事情你老大去承受 父母都父母所有的什么乱七八糟 知识全都往你老大脑子里面管 我们老二老三就不用管了 所以这也很现实 这也真的是 求求这些华人家长放过无辜的孩子 做个人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华主义的包袱 中华主义的包袱 为什么说父母无望的中华主义包袱 因为很多父母都是夜宫浩龙 觉得自己的小孩出生是个中国人 就一定要长中国话 一定要就是学中国礼仪 学磕头对吧 学磕头 他们其实很多人真的叫夜宫浩龙 在哪里 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 中华文明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说欧洲是分裂的统一 中国是统一的分裂 这些家长他实在是不了解 说不清楚中国文明是个什么 就东搞一点 西搞一点什么三字经 然后什么劝学乱七八糟的东西 少年班对吧 然后给你搞一点 然后搞完了之后 弄个四不像 然后再去图读给自己的小孩 然后说起来好像自己的小孩是一定要是一个中国人 对不起你现在在国外你去小孩的时候 小孩那么小你去给他 既上学玩乐都是西方价值体系 回到家里面又是那一套东方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大堆 那这东西小孩搞不好的 小孩精神分裂了 是吧 小孩精神分裂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 很多人开口就是 我们家是炎黄子孙 问他你到底是什么炎黄子孙 你家到底渊源流长 流长了点什么 讲不出来的 就我今天下午和李鸿宽 在房间里面吹牛逼的时候 还说到有一个人是正黄起的 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他们家有一套 但是他连满满语都不会说 所以他说 这些农药都是他父辈的农药 和他已经没关系了 人家就看得很开 正儿八经真的有点东西的 人家看得很开的 碰到这些什么 什么都没有的 可能也就在改革开放这二十三十年里面 可能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 或者在中国买了两套房子 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要继承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 我跟他们再三说了 上海文化和你们那边的文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江浙户 江浙户三个地方 三个文化 上海是龙汇贯通一下 江苏人民的文化 和浙江人民的不在一起的 江苏自己的文化 都和南京都聋不到一起去 南京都是安徽文化 那你跟我讲中华文化 你到底给我讲什么 你说东北的文化 和我江浙户的文化差多少 差了一万八千里 江浙户的文化 再去和广东 广西客家 又是差了一万八千里 你跟我讲中华文化 你到底跟我讲哪一块 那些父母就会说 你这个人思想反动 没想到你连老祖宗都不论 我说你论我 你让我论哪个老祖宗 我们上海哪里来的老祖宗 所以这些人 真的有点可悲的 把自己的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包袱 对吧 硬要还要塞 加在自己头上 不算还要塞到 塞到小孩的头上去 小孩也真的叫做年 这些人父母 真的叫做个人 真的请他们做个人 所以为什么就说这么多呢 就是说后 说到后面 还要说到阿德哥的第二故乡 阿德哥念的第二故乡 虽然他念第二故乡的时候 麦克风没有换 所以声音之类的处理的不好 但是不得不说 这本书写的特别好 这是一本 就是不对外公开发售的家书 你看里面的主人公 他上手就是告诉你说 家里吃绝户 这个东西我可以后面展开细讲 这东西叫吃绝户 家里吃绝户 然后小朋友不懂 然后被自己的亲戚看 亲戚把他不当人 然后被自己的叔叔送到香港去 在香港历经了各种各样的事件 然后又被人家外国人收留 然后外国人教了他英语 教了他一些西方礼仪 对吧 然后教了一些其他的知识 码头上的知识 然后再流落到澳大利亚 所以通时通时 所谓的权能对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这样子 你必须什么都知道一点 以前出个海 你稍微偏一点 少一点知识 你就死在海上 能活下来 到达澳大利亚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后在澳大利亚又要挖矿 你看挖金矿 挖金矿 怎么叫金矿 金矿从哪里来 如何和人打交道 如何走到挖矿的地方去 包括他救人之类的这一系列 到后来又创业 然后他的小孩又去创办了 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兴百货 对吧 这一整条路程 你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 我劝很多华人家长 真的就不要天到晚乱想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中华文化到底有点什么东西 你自己都讲不清楚 你就给你的小孩讲什么 你要告诉我说 你比如说像孔庆东 对吧 他说我是孔家帝多少代子孙 对吧 我继承了孔家的所有的羁绊 对吧 我就是孔家 那没办法 你出生就是出生在帝王之家 对吧 你没办法 你必须去承受这一个东西 否则的话大家 我轻装上升比较好 还有你在国内那点财产 你要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固定资产 只有80年 你买的房子 你根本传不到你的小孩手上 这东西有什么意义了 完全没有意义 还不如在澳大利亚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做个人放过自己的孩子比较好 真的做个人 做了不能 孩子出来也不容易的 做个人比较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